嘿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如何快速的用工具剝電纜線的皮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這次我們要用剝電纜線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美工刀 可是我個人習慣是用 用這個電纜剪刀去做剝電纜線 那這電纜剪刀 你只要畫在這電纜線上面 輕輕的轉一圈 轉好一圈之後往外頂一下 這個 模就開了 然後再用美工刀 美工刀再給它畫上一刀 畫上一刀之後有沒有 再用尖嘴鉗 尖嘴鉗把那個 外皮剝開 這一個就第一層 第一層它已經剝開了 那第二層一樣 第二層一樣是用 電纜 電纜剪刀 再給它輕輕的畫一層 這個時候就要很小心喔 力量一定要控制好 阿記得不要太大力 輕輕的繞一圈 輕輕的繞一圈 好 輕輕的繞一圈讓它有剝痕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拿 美工刀 再給它畫上一刀 然後再手再稍微剝一下 如果歌不夠聲 再幫它補一點 好 這樣子電纜 撥線就完成了 我們的電纜就這樣子 這就是撥好的電纜線 那這上面的話 如果要用 要撥這一個裡面的線 你可以用一個叫做撥線前 撥線前的 撥線前你們挑 這一條是 用3的 3的試試看 用3.5的 這樣子線就撥好了 我再示範一個 這就是3 3.5的線 記得對到3.5 這樣我們的電纜線就撥好了 這個是3乘 3.5mm平方的電纜線 分享給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下次見 3 8.2 3 4